周如找不到王林 心里很难受 于是便开始了寻找王林的旅程 月星对王林来说太小 可对周如来说却很大 这一年 他与小白几乎走了大半个月星 虽说始终没有看到王林 但周如却感觉自己距离王林越来越近了 可惜小白的速度与文兽相比还是太慢 没过多久天空上便没了文兽的踪影 但周如知道自己只要遇险 那么那只大蚊子就会第一时间赶来 哼 大蚊子飞得真快 小白 你速度也太慢了 周如愤愤地望着天空 小白也跟着委屈地咆哮一声 那大蚊子可是天上飞的 他要是在地上跑 我一定比他快 周如正要继续说话 忽然四周微风一吹 落在人身上带着暖意 周如一震 他看了看四周 小白 你说奇怪不奇怪 差不多每过三五天 这里就有暖洋洋的风吹来 而且每次吹到身上之后 我都感觉身体里暖乎乎的 不吃饭也不会饿 小白脑袋一晃 嘀吼一声算是回应 小白 走 我们继续找 周如的寻找之旅始终在继续 他却不知此刻的王林 在那山峰之巅收回了神石 这一年来 王林虽说癫狂 但却没有忘记周如的安全 时而以神石扫过 每次神石扫过后 他都会在周如体内留下一道灵力 使周如不会有饥饿之感 王林抬头望着天空 此刻他双目极为明亮 这种亮在他眼中从未出现过 那是一种可以穿透人心 看破生死本质的目光 生死意境 原来如此 这世间之物 若我想掌握 便可掌握 王林右手向前一招 天空的云层一动之下 全部向着他的手中凝聚 转眼间 一个拳头大小的云球 出现在他手心之上 这云球内充满了电蒙 王林感受着云球内的巨大力量 深深呼了口气 云球内的力量 虽说不能毁天灭地 但却可以把一切化神修士全部摧毁 即便是应变期的李原峰复活 在这云球之下也会隐恨 生死意境大圆 生死意境大圆满 修为突破化神 一步之下便是应变 这一步 我已经迈出了一半 王林右手一挥 云球消散 准备应变 王林双目平静 应变期乃是真正的大神通者 可以说一个应变期修士 无论在任何修真星都会受到众多势力的拉拢 巨魔族老族 区区应变初期便可操控一族 成为一族的领袖 李原峰强行提升至应变 便可称为血育族一族之长 由此可见应变期修士的价值 毕竟问鼎老怪大都常年闭关 而且极为稀少 几乎不问世事 所以应变修士便是一个修真星的中坚力量 若是放在凡人武林之中 应变修士那便是一流的高手 受万人敬仰 在修士中 可以把这种身份的程度 放大百倍千倍万倍 这便是应变修士 即便是当年的天韵子也没想到 区区两百年的时间 当初那个略有好感 处于化神边缘的小修士 居然有望达到应变期 若天韵子现在知晓此事 王林去天韵星 绝不会是百年记名弟子那么简单 他将成为真正的弟子 而且在天韵宗将会享有一定权限 王林深吸口气 右手点在眉心 片刻他的身子渐渐消失 进入了天逆空间中 天逆空间内 司徒南那巨大的猿鹰飘在正中间 王林出现在那里 静静地望着司徒南 吸收了两支断壁后 司徒南的猿鹰已经不再半透明 变得凝实起来 全身散发出阵阵微压 这种微压比顿天老祖还要强大无数倍 司徒 王林默默地望了很久 一步之下 他离开这里 出现在天逆空间东部 这里还有一个猿鹰 只不过 这猿鹰双目紧闭 处于沉睡之中 他全身笼罩在无数的灵液之内 那些灵液不断融合到猿鹰内 滋润着他的身体 王儿 王林的双目露出一丝柔情 包围李木碗的灵液 是天逆珠子的露水所化 王林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终于凝聚了这些液体 它们的存在可以修复李木碗的原因 甚至随着时间过去 可以在某些方面 使李木碗的原因更加凝实 万儿 你等了我三百年 我王林无以为报 守护你直至苏醒 一直到我魂飞魄散 如果这一切可以换来一个奇迹 我会等 我会守护一年 十年 百年 千年 直至此生 王林墓中的柔情 始终放在李木碗的原因之上 往昔的一幕幕在他脑中不断回荡 记忆是掌心的水 不论你摊开还是紧握 终究还是会从指缝中一滴一滴流淌干净 只是那水的凉意 却可以让人始终无法忘记 王林上前 轻轻吻在李木碗的原因眉心之处 带着他的温度传递给李木碗 李木碗身子一颤 他感受到了王林的唇 感受到了王林的温度 温暖之中带着磨灭不掉的曾经的欢乐声 更带着一句句默默的呼唤 以及天地不变的守护 爱情就像一条河 左暗是明灭千年的欢笑 右暗是烛光下永恒的沉默 中间流淌的是年年岁岁淡淡的寂寞 王林转身离开了天逆空间 他的人走了 一颗心却是放在了这里 成为了永恒的沉默 黑夜中 星光下 山峰顶 雨风吹袭里 那孤独的身影 好似要被风吹散 被风吹走的总是那飘忽的哀愁 只有那无心人的寂寞 是风怎么也吹不散的烟火 孤独的身影 抬起如刀枭般的脸孔 望着夜的黑 望着星的明 在那里 有心中永恒的一个女人的身影 小白 叔叔到底为什么走了呀 周如寻找王林的旅程 一直在持续 他不明白王林为何要离他而去 周如想要找到王林 好好地问一问因果 此刻在山峰顶端 王林身体四周 放着他储物带内所有的仙玉 他盘膝坐在正中 收起心中一切杂念 全心打坐土纳 此时的王林 修为已经达到了化神圆满 意境同样也达到了圆满 接下来 他要应变 应变对于任何修士来说 都是一个磨灭不掉的 永恒的追求 一旦应变 就可以使意境实质化 其威力将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除此之外 更可以吸收仙力 挥手间神通法术蕴含仙力 其威能无穷无限 在上古时期 仙界并未崩溃之前 一个应变修士并不起眼 但如今在仙玉稀少的情况下 应变修士便可以成为一方霸主般的存在 从化神到应变的关键就在于仙玉的多少 仙玉越多 仙气越浓 应变的成功率也就越高 当然成为应变修士和意境也有极大的关系 若是意境无法圆满 此生就断无应变之日 对于天道的领悟 更是成为应变修士的重点之一 王林的意境圆满 对于天道的领悟 则与旁人有些不同 他自从看到天道轮回 使者居然是古神之后 心中对于天道有了一丝怀疑 天道 在王林之前的理解 天道就是一个法则 如同寂灭法则一样 运行在天地之间 就好似凡人中的律法一般 没有人可以取代天道 修真者也只不过是逆天而行 从而走出天道的掌控罢了 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可以取代 亦或者操控天道 但如今看到古神之后 王林对于天道的理解 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在他眼前有一个谜团 这个谜团很大 以王林目前的理解 无法参透全部详细 天道 有趣 王林双目平静 闪烁一丝明亮之芒 他深吸口气 散开全身毛孔 全力吸收四周仙玉内的灵气 王林之前仙界一行 获得了大量仙玉 这些仙玉 此刻成为他进军应变的关键 此时 浓郁的仙力疯狂涌动 钻入王林的体内 与前几次吸收仙力相比 这一次 他身体承受的痛楚 也轻微了许多 仙力钻入体内 疯狂挤压他身体内 原本存在的灵力 两股不同的能源 好似水火不容一般 以王林的身体为战场 展开了生死诛杀 古风多人有声据 仙力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王林体内的灵力 极为庞大 出世时 仙力流入不多 在灵力的冲击下顿时溃散 但随着时间过去 越来越多的仙力流入体内 此刻 灵力慢慢无法抵抗 灵力的总量 虽说还是远远超出 仙力无数倍 但它在智上却与仙力相差太多 一丝仙力便相当于一个结单修饰的全部灵力 如此一来 灵力自然节节败退 化神修饰转化成应变 体内灵力会有两种变化 第一 灵力被生生挤出体外溃散一空 身体内唯一存在的便是仙力 如此一来 身体进行最终的改变 随后突破化神 成为应变 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也是大多数修饰选择之法 只不过如此一来 灵力会全部被浪费掉 之后还需重新吐纳吸收 颇为麻烦不说 更是会在应变初期时修为不稳 同时这种方法 需要修饰在应变后闭关百年 调息身体 第二种方法则是生生把灵力炼化 使其智可以达到与仙力平等的状态 此法很难 需要不断炼化才行 可一旦成功 那么在应变初期将会占据极大优势 不需要闭关调息 便可达到他人闭关百年后的效果 第二种方法的好处则是 减少了一百年的闭关调息 在修炼速度上自然会提升很多 王林选择的便是第二种方法 毕竟他没时间闭关百年 体内的灵力被仙力挤压 全部凝聚在丹田之处 丹田之外的经脉中充斥着仙力 这是一个改造身体的过程 仙力就好似墨盘 一点点地把王林身体之前的灵力磨灭转化 从而融入到仙力之中 这一过程较为缓慢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 王林始终一动未动 他四周的仙玉 此刻已经有三分之二变成了灰色 更有一些已经碎裂 不够 王林猛地睁开双眼 其墓内好似有仙气缭绕 整个人看起来仿若仙人一般 透着一股出尘之色 王林的仙玉虽说比不上一些多年大派的数代积累 但也绝对不少 可此时一看 远远不足应变所需 他体内的改造仅仅持续到百分之一 灵力被挤压并未完全融合 难怪应变其修饰稀少 应变之时需要的仙力即便是一些大派 恐怕也承受不住 难怪 巨魔族老祖倾全族之力 再加上赤虎仙界一行所取得的仙玉 才应变成功 这还是在巨魔族当年迁移朱雀星时 族内存有大量仙玉的结果 实际上巨魔族老祖原本在很多年前便可以达到应变 只是仙玉实在太少 这才一拖至今 仙玉并非是指在化神提升应变时使用 修饰达到应变期后 仙玉的用处更是极多 斗法要用 疗伤要用 甚至练宝也需要仙玉 传闻中 想要达到问鼎期 更是需要远超应变所需的仙玉万倍 甚至问鼎之上 所需数量更是无法想象 整个修真界 出产仙玉之地只有仙界 仙界崩溃 仙脉消散 仙玉的数量极为有限 如此一来 仙玉的珍贵程度 自然也可以想象得到 在现在的修真界 时间越是往后 高阶修士会越稀少 越难修炼 一个月后 王林所有的仙玉全部碎裂 再无半点仙力存在 他不得不终止吸收 仙玉宝塔蕴含大量仙力 但我既然答应了周易 帮他保存仙石 便不能打宝塔的主意 王林沉默片刻 他站起身子 遥望远处 神石一动间 立刻横扫大半个月星 完成了百分之一的先例凝聚 他的神石也强大了一些 练魂宗内应该有不少仙玉 而且其他宗派内定然也有存余 只好去抢一些了 我必须要达到应变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向前一脉 消失在原地 周如其在小白身上 五精打采地走在一处平原上 他远远看去 一眼望不到边际 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自己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你是气人 周如手里拿着一个果子 狠狠吃了一口 小如二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周如耳边传来 周如一正立刻回头 但见在他身后不远处 出现了王林微笑的身影 叔叔 周如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立刻从小白身上跳下 几步之间跑到王林身旁 扑到王林怀里 她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女孩 此时的她已经到了双十年华 叔叔 你去哪里了 把我自己一个人留下 在王林眼中 她自始至终都是个孩子 王林轻轻拍了拍周如的头 眼中露出一丝复杂 叔叔出去办了一些事情 现在事情处理完了 九如二 想父母吗 我带你回家 要离开了吗 好 王林望着周如 她亲眼看着这个孩子从小长大 就好似当年的大牛一样 她一拍储物带 宝塔飞出落在一旁 周如看到宝塔后 立刻撅嘴 叔叔 我记得小时候险些在里面饿死 王林右手一翻 大量的果物立刻出现 堆积进了宝塔之内 不会了 待周如和小白进入宝塔后 王林收回此塔 目光看向天空 此刻 一个黑点渐渐出现 最终化作文兽 她呼啸一声 落在了王林身边 她眼中露出喜悦之色 巨大的口气在王林身上不断摩缩 显然极为想念 走吧 我们回家 王林拍了拍文兽 身子一跃落在她背上 文兽咆哮一声 身子一动冲向天际 在星空之中 王林取出星罗盘 收起文兽 向着朱雀星 急驰而去 仙玉 我要仙玉 王林目光闪动 星罗盘速度极快 向着朱雀星闪电一般飞去 月星与朱雀星本就不远 以星罗盘的速度 半个月后 朱雀星已然就在眼前 嗯 王林坐在星罗盘上一扫朱雀星 忽然眉头一皱 他在朱雀星上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那气息来源于一个巨大的 由黑雾组成的植物 这是 仙怡族 王林目光中寒芒一闪 随后星罗盘化作一道流星 冲进朱雀星 破开朱雀星的刚风 星罗盘以闪电般的速度滑落而降 王林目光所望 不远处 有十多个修士正在生死疏杀 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 王主 王林目光一宁 他身子一栋快若奔雷呼啸而去 王卓的样子尽管看起来是一个沧桑老者 但王林还是一眼便认出了他 此时的王卓内心生起阵阵悲哀 这一路之上 他们十多人已经死了一半 这样的战斗在这几年 他几乎每天都会遇到 一路下来 死亡的阴影越来越浓 四周其他几个修真国已经相继沦陷 或者灭国 或者成了仙仪族的附庸 三级修真国并非是仙仪族的主战场 而是他们培养低阶族人的战斗经验之地 朱雀国对于三级修真国也没有太过在意 只是派出一些化神初期修士 但随着这场战斗的持久 最终朱雀国把所有三级修真国的使者全部抽离 完全放弃了三级修真国 在朱雀国眼中 袁英修士在这场战斗中实在微不足道 王卓惨笑 看着身边又有一个同门身亡 看着对方那四个仙仪族之人 明明都具备了相当于结单后期的修为 却不直接出杀手 而是以戏弄之态一路追逐 就在这时 远处天边忽然划过一道流星 其上散发出阵阵难以想象的气息 那四个仙仪族人顿时一惊立刻望去 几乎瞬间那流星便消失 一个长发飘散 身穿白衣之人 几步之下便从远处来到近前 四个仙仪族人顿时面色大变 他们四个立刻察觉到 这白衣男子身上拥有一股 让他们感到颤抖的气息 这气息只有族内七叶以上的树纣师 才会拥有 凝变 走 快跑 其中一个仙仪族族人颤抖地说着 他惊呼一声 二话不说 转身就逃 其余三人纷纷紧跟其后 古风多人有声据 鲜腻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王林目光冰冷 右手一拍楚无带 文兽飞出 不待王林吩咐立刻咆哮一声 快若闪电追上四人 阵阵惨叫回荡间 四人惨死而亡 成为了文兽的美食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快到让王卓等人目瞪口呆 王林转过身 望着王卓 王卓 你认识我吗 前辈 你 是您 王卓一政之下 立刻认出王林 正是当年在恒月山化神之人 这么多年没见 你已经到了结丹后期 可喜可贺 罢了 我帮你一次 祝你结阴 说着 王林右手一点 隔空暗在王卓眉心 王卓脑中的封印顿时被打散 前世的记忆好似洪水一般将它淹没 它身子一晃 整个人昏迷过去 王林冷淡地扫了一眼王卓的其他同门 这些人全部都是杰丹初期修为 只有一人是杰丹中期 此人体内有当年王林留下的一个灵种 你们要去何处 拥有灵种之人是一个老者 他在王林一幕之下 身子立刻轻颤 晚辈十余人奉命去相助灵国 可惜灵国不敌县一族 既然沦陷 我等一路杀灰准备赶回赵国 王林右手一拍楚无带 一枚玉剪出现在手中 他留下一丝意境扔给那老者 拿着此物 可保你们平安回到赵国 去吧 老者如获至宝 激动地连连作义 在他看来 此物便是性命 王林右手一挥 隔空抓住王卓 一闪之下 消失在了原地 老者深深吸了口气 对着王林消失之处 恭敬地败了下去 这一败 他是诚心诚意 没有半点杂念 师叔 那位前辈是谁啊 旁边一个中年汉子 小心翼翼地问 老者掩路追忆之色 那是我赵国 唯一一个化身修士 化身修士 他是赵国人 他的名字 你应该听说过 老者身子一动 向远处飞去 其余几个同门 立刻跟上 王林 他的名字 叫做王林 王林 王林二字一出 连同那大汉在内的 其他几个同门 身子顿时一抖 眼中露出惊骇之色 在赵国修真界 王林这个名字 代表的是滔天煞气 代表的是一场昔日的浩劫 那一天血流成河 赵国的大地被鲜血染红 这一切 所有人都无法忘记 时至今日 当年的滕家浩劫 仍然流传在赵国修真界 时时刻刻 被人记在心里 甚至成了很多年轻修士 一生的追求 在一座山峰上 王卓慢慢苏醒 他睁开眼睛的瞬间 露出一丝茫然 这茫然慢慢消散 最终 他目光平静下来 望向一旁 站在风中的白色身影 一个苦涩的声音 从王卓口中传出 王琳 王卓 王琳转过身 微笑回望 王卓望着王琳 前世的记忆在他脑中 一一回荡 最终定格在了前世妻子 死在自己怀里的一幕 最后他轻叹一声 谢谢 昔日王家之人 现在只剩下你我 何必谈谢 你 你现在 是什么修为 可是达到了 鹰边 尚未到达鹰边 时光匆匆 一晃而过 我到现在还记得 当年在恒月派的你我 王卓 最近几年 朱雀星上发生了什么事 仙仪族怎么会出现 你不知道 最近七年 我并未在朱雀星上 王卓内心一震 王琳说的轻描淡写 可听在王卓耳中 确实迥然 没在朱雀星 王琳的修为 可以踏破虚空 事情是这样的 王卓深吸口气 把近年来 他所知道的事情 一一诉说 王琳神情始终平静 但他的内心 却是掀起了大浪 仙仪族入侵 几乎绝大部分 三级修真国沦陷 四级修真国不保 朱雀国 全力抵抗 仍然节节败退 石阴宗出面全力帮助 仙仪族 四级修真国中 有五个相继背叛 整个朱雀星 仙仪族已经占据了 一半的位置 传闻中 仙仪族当年送出了九人 这九人的身份 现在已经暴露了五个 还剩下四个 没人知晓是谁 只知道 一定是在五级以上 修真国内 身居极高之位的人 王琳沉默 他怎么也没想到 短短数年居然发生了 如此大的变故 炼魂宗 王琳深吸口气 他要立刻回到炼魂宗 去看看炼魂宗内 是否也有变故 王卓知晓之事 大都是传闻 并非真切 并不知晓 炼魂宗之事 王琳 你能不能回赵国一趟 接赵国之威 我王家一族 还有后人存在 这些年来 我一直暗中照顾 希望这场战争 凡人不会受到牵连 只不过我在 邻国驻战之时 听说仙仪族 四处寻找的一些 拥有林根的童子 我担心王家的后人中 有林根的孩子 会被仙仪族注意到 可惜 我已经多年没有回去 也不知是否存在 拥有林根之人 朱雀星 赵国 雨夜 赵国凡人界的都城外 一辆马车急迟奔走 一个光头大汉 坐在马车前 手里的鞭子挥舞 他表情焦急 时而回头看向身后 马儿被鞭子抽得生疼 长丝一声速度更快 马车内传出一个孩子 稚嫩的声音 回答孩子的 是一个温柔动听的声音 这声音 这声音 这马车内 驾 驾 驾 马车内一阵沉默 只有车外那光头大汉的呼吓声 时而传来 再有的便是雨水滴在车轩上的 滴答声 玉儿乖巧地应了一声 许是困了 趴在女子的怀里 渐渐睡下 王爷 那儿他 独城内的那些 仙人供奉 都已经离开 回到了各自门派迎战 入侵赵国的那些 一族人极为强大 据我所知 目前赵国的那些仙人 已经溃败 全部聚集在了一个地方 女子擦去眼角泪水 看着怀中的孩子 那些人 为什么要四处 寻找这些小孩子 昨天夜里 我在与皇上的密探中得知 这些人寻找的 是那些有修仙资质的孩子 怕是所谋极大 若是曾祖在就好了 曾祖乃是奇人 都城的几个仙人供奉 看见他 都要恭恭敬敬 可惜 此刻也找不到他老人家 曾祖此刻 怕是也很难顾及我们 他所在的宗派 也同样被那些 一族人入侵 现在一切的希望 只有祖宅了 男子长叹 目光落在孩子身上 都城内已经有三个孩子 被一族人带走 生死未知 育儿是第四个 所幸男子全是滔天 可以带着孩子逃出 王爷 那祖宅 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我也不知祖宅 有何神奇 先祖留下的遗讯上曾说 若我王氏一族 遇到灭顶之灾 可进入祖宅 以本族之血 开启某样物品 从而保住性命 那女子一正 她与对方结发夫妻多年 从未听说过此事 据说 在我王家尚未进入京城之前 曾除了一个 这比曾祖还要强大 无数倍的仙人 那仙人法力通天 无人可当 祖宅内 便有她当年留下之物 古风多人有声据 仙逆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节 比曾祖还要强大 那这位仙祖 现在可还活着 曾祖都可以活至近两百年 想来 那位仙祖活的时间会更长 现在 应该还健在 若是这仙祖可以帮我们 那玉儿就安全了 这只是传闻 也不知真假 实际上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谁也不知道 不过 怎么了 不过据我王家典籍记载 二百年前的赵国 无论是仙人的世界 还是我们凡人中 都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存在 这个家族 姓滕 这滕家 据说在那个时候 所有仙人都要亲命于他们 凡人之中的皇帝 见到他们的一个族人 都要行叩拜之礼 这个滕家 是我王家的素氏仇敌 后来 这个滕家一夜之间被人灭族 所有族人全部死亡 据说 这个灭滕家一族之人 便是我王家那位仙祖 马车的速度极快 三天后 来到了一处庄园 庄园不大 在两百年前 还是一片村落 后被王家买下 大兴土木 成了现在的样子 马车停下后 那光头大汉 带着疲惫之色 一跃从马车落下 打开车门 王爷 到了 男子下车看了一眼庄园 脸上露出追忆之色 本王幼年十日曾随父亲来此居住过一年 一晃三十年过去 这里竟然没有任何变化 女子 女子随他之后下了马车 玉儿也睁着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庄园 随我来 男子向前走去 庄园内并无杂役 只有一些花甲老人 此刻走出迎接 这些老人全部都是世代为王家鞠躬尽瘁之人 他们一个个虽说头发已经花白 双目却是炯炯有神 一眼望去 便可让人感觉内心一颤 那光头大汉便是如此 他看着那些老人 内心惊骇不已 在他看来 这里随便一个人出手 便可一招让他败退 忽然 光头大汉的目光 锁定在其中一个老者身上 在对方手上看了几眼 内心一震 他知道这老者的身份 是二十年前武林中 红极一时的第一高手 莽袍男子二话不说走入庄园 带着妻儿直接进入庄园深处 那里有一间 普通至极的房舍 哇 爹 这就是咱们家的祖宅吗 不错 男子点了点头 正要说话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奔雷之声 紧接着 两个身体上画满符号的男子 突然间出现在庄园上空 其中一个目光阴沉之人 扫了一眼地下树人 好得倒挺快 男子面色大便立刻挡在妻儿面前 望着那两人 四周的那些老者一个个目光如电 盯着空中的两人 两位仙长 你们与那些仙人之间的事情 与我们凡人无干 何必为难我们 那目光阴沉之人 冷漠地扫了男子一眼 二话不说 右手隔空一抓 他来此的目的 便是为了那个拥有灵根的孩子 爹 鱼儿别怕 就在这时 四周所有老人 突然同时大喝一声 齐齐挡在男子身前 只是他们的血肉之躯 显然无法抵抗 但听风风数声 众人顿时全部吐血 身子向四周抛去 男子面色大变 二话不说 抓着契儿迅速退后 进入到祖宅之内 进入祖宅后 男子脸上冒出冷汗 他双眼通红 在前方一排排灵位上一按 立刻出现一个暗格 他咬破舌尖 以鲜血在暗格上 画下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每一代家族继承人 在成为家主的那刻 必须死死记在心里之福 就在这时 祖宅外传来响声 但见无数墙壁碎末 化为飞灰 那目光阴沉之人 踏步走了进来 娘 鱼儿不怕 不怕 女子把孩子挡在身后 目露绝望之色 此刻 莽袍男子画下符号之地 突然闪烁奇异之莽 瞬间一块玉石 从暗格内飘起 一股奇异之力 顿时笼罩四周 那目光阴沉之人 面色一变退后数步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外面天空的那个同伴 也同样感觉到了 这奇异之力 正要进入查看 就在这时 玉石忽然一闪 暮光阴沉之人 顿时惨叫一声 全身倾筋爆气 二话不说 迅速后退 他眼中露出恐惧之色 在那块玉剪上 他感受到了一股毁灭的气息 这气息的强度 即便是族里的一些四叶术师 都无法匹敌 但凡玉石开启 以此人的修为 必死无疑 只见玉石一闪之下 那目光阴沉之人 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退到祖宅之外 一颤之下 倒在地上 立刻身亡 半空中 正要冲入查看的同伴 一正之下 二话不说 转身就逃 他明显感觉到 那祖宅内有一股 根本就不是自己 可以抵抗的气息 只是他尚未逃出多远 便同样在那玉石一闪间 立刻喷出一大口鲜血 落地身亡 这奇异的一幕 使祖宅内三人为之精正 王林当年留下的预解内有一丝极静 以他当年的修为 这一丝极静 原应其修士 建之必忘 此刻 在赵国境内的横跃山下 天道宗外 赵国绝大部分修真者 全部聚集在此 他们一个个脸上露出粪粪之色 望着远处 在他们目光所望的虚空中 只有一人 此人全身一大半地方 都被符文画满 站在那里 有一股强大的气息 笼罩着四周 你们这个修真国 倒也有趣 全都聚集在这里 莫非此地 有什么让你们认为 可以起死回生的法宝 沙哑的声音 从那人口中传出 一个白发苍苍的黑袍老者 从天道宗山峰之上飞出 他盯着远处 那个仙仪族人 目光露出恨色 你可以是 那人哈哈一笑 目光一闪 全身气息疯狂涌现 他身体上的符文 好似活了一般 全部颤抖起来 最终离开身体 形成一条条浮龙 在他身体四周飞舞 有意思 老夫本不是来专门对付你们这些低节修士的 只是路过而已 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倒要看看 到底有什么法宝可以让你们有恃无恐 老者眼中露出一丝轻蔑 以他六页数咒师的身份 在这朱雀星上 只要不是遇到一些化神后期的修士 他便没有敌手 何况 老者不认为在这区区三级修征国内 会有化神后期修士存在 这老者身子向着天道宗迈去 盘旋在他身体四周的符龙 立刻传出呼啸之声 从他体外急驰而出 向着天道宗冲去 符龙快若闪电破空来临 天道宗上下所有聚集在此的赵国修士 一个个均是屏住呼吸目露奇异之盲 自二百年前赵国便有传闻 一个赵国本土之人 在天道宗化神留下一个木雕 作为一波之物 能获得此物者便可成为此人嫡系弟子 此物存放之地 有那人神识守护 若无有缘者便不会开启 但当赵国面临灭国之灾时 此物可以发挥强大威力 在那符龙破空而来的瞬间 忽然整个横月山猛的一阵 轰隆隆声中 一个木雕从山峰顶端升起 这木雕出现的刹那 那些冲击而来的符龙顿时一颤 仙仪族的男子双目 立刻露出奇异之盲 原来有化神修士留下的一丝意境法宝 不过这化神修士的修为也太低了些 化神出奇罢了 即便是他亲自前来 老夫也可以让他丧命于此 更何况只是一个法宝 那老者缓缓说着 眼中奇异之盲散去 再次露出轻蔑之色 他说着 右手向前虚空一点 顿时几条符龙咆哮着 向那木雕急驰而去 带起阵阵呼啸的破空之手 赵国聚集在此的修士 纷纷抬头目不转睛的望着木雕 这木雕在他们眼中是期望所在 是赵国的至尊之物 只见那木雕轻微一阵 闪烁明亮之盲 紧接着一道光环从其上突然间扩散开来 与那些扶龙撞击在一起 几声巨响传来 扶龙好似被狂风扫过 其上的符文立刻闪烁不定 最终大量符文黯淡下来 几条符龙顿时有一大半 消失在天地之间 剩下的符龙也是整体缩小了一大圈 赵国的修士看到这一幕 眼中均露出兴奋之色 此物倒也有趣 回之可惜 古风多人有声句 鲜腻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那仙仪族之人目光一闪 看了木雕一眼 右手在身前一抹 顿时虚空中幻化出一个个散发 沧桑气息的符文 这些符文在他身体四周盘旋 此人身子一动向前踏去 木雕再次闪烁 波纹扩散中碰到此人身体外的符文 立刻剧烈颤动起来 最终消散 一步之下 那仙仪族之人便跨过距离 来到横跃山顶那木雕旁边 他大手一伸就要向那木雕抓去 木雕之上的光芒立刻刺眼 突然向四周扩散开来 但那仙仪族之人眼中轻蔑之色 始终未灭 他轻哼一声 大手按在木雕之上 即便是你的主子亲来 老夫也照样说收就收 那男子一抓之下 把木雕拿在手中 的确是个宝贝 若日后有机会 老夫倒想看看那留下木雕的小辈 横跃山天道宗上下一片沉寂 所有修士均沉默不语 他们心中的象征就这样被人毁灭 赵国的末路似乎并未改变 看在此物的份上 老夫不难为你们 从此以后 你们成为我仙仪族的附庸存在 比在朱雀国下存活 定会好上不少 我的木雕 不是你可以拿取之物 一个平淡的声音 从虚空之中徐徐传来 紧接着 两道身影突然间从虚空中出现 那仙仪族人猛地转身盯向后方 他内心惊骇 以他的修为 居然有人临身他都没有发现 顿时为之心惊 那在虚空中出现的二人 正是王林与王卓 他二人出现的瞬间 天道宗上下的赵国修士 顿时有人认出了王林的样子 师祖 我们有救了 王林师祖 一声声带着兴奋的呼喊 从众多修士的口中传出 这声音极大 转眼间天地之间 好似只剩下了这个声音 十足 王林微微微一笑 略一点头 呼喊之声再次声高 那仙仪族人面色极为难看 眼中轻蔑之色早就消失 取而代之的则是深深的忌惮 把我的木雕给我 仙仪族老者张口正要说话 立刻被王林打断 王林的声音虽说平淡 却有股不容质疑的气息 仙仪族人面色阴沉 他有些看不透王林的修为 此人乍一看好似化神后期大圆满 可仔细一看 对方体内居然蕴含了一股奇异之力 这股奇异之力 从他族内长辈的口中听闻过 那是修士中应变气的标志 沉默片刻 仙仪族人二话不说 右手一抬 木雕立刻扔出 飞向王林 在王林抬手去抓木雕的瞬间 此人目光一寒 伏 报 顺刻见 木雕之上顿时闪现出大量的符文 这些符文散发幽光 轰然间爆炸开来 形成一道强猛异常的冲击 王林神色如常 右手向前一点 顿时那些爆炸的符文 立刻被一股无形之力笼罩 瞬间被禁锢在半空 压缩成一个拳头大小的球体 这球体内烟气缭绕 包含了所有符文自爆 所产生的冲击之力 仙仪族人面色大变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攻击居然就被对方如此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他苦涩的难难自语 二话不说转身就要逃顿 他深知以自己的实力 面对应变其修士必死无疑 绝无任何胜算 那仙仪族族人内心苦涩正要逃走 忽然天地为之一案 一道可以横渡虚空的巨大空间沟壑突然间出现在此人退后之处 这仙仪族人惊骇之下 身子不由的一顿 我让你走了吗 王林平淡地扫了此人一眼 右手抓向木雕 在旗上留下自己心的神石 随后一扔 这木雕飞向远处 沉入横跃山内 可下 按照我们之间的约定 你们朱雀国放弃三级修真国 换取我们暂缓攻击四级修真国 莫非你要毁约不成 谁和你们的约定 朱雀子吗 可下既然是应变修士 想必知道前锋 这约定是前锋代表朱雀子 与我族少族长共同签订的 前锋 王林目光一鸣 这名字他听过两次 一次是从柳梅口中听闻 一次便是现在 荒谬 王林右手抬起 点在那光球之上 顿时那光球突然一动 化作一道残影 冲向仙仪族之人 仙仪族那男子面色大变 双手在额头一碰 顿时其眉心之上 立刻闪烁青芒 紧接着一株有六叶的植物 立刻出现 突然间从其眉心冲出 与那光球撞击在一起 仙仙仪族之人身子暴退 口喷鲜血 但他眉心之上的植物 不但没有损伤 反而其上轻芒更浓 只是此人不愿恋战 退后间右手在身前一抹 手中立刻出现一个紫色木棍 一点之下 虚空之中出现一道道波纹 他身子一跃 便要冲入波纹之中 那紫色木棍 乃是轮回树的树枝 仙仪族以密法炮制后 可以沟通轮回祖树 进行整个朱雀星内 较大范围的传送挪移 亡林目光平静 不慌不忙地抬起右手 口中倾吐 西 大量的云层涌入而来 以那仙仪族之人 四周百丈为中心点 形成一个巨大的光圈 这光圈迅速压缩 转眼间便只有三丈大小 什么 那仙仪族之人面露惊骇 他身前拥有传送作用的波纹 此刻失去了效用 已然崩溃 一股强大的绝望之力 从四面八方涌来 转眼间便落在他的身上 从未有过的绝望情绪 涌上那仙仪族之人的心头 他眼中惊慌之色浓郁 双手摆出奇异的手印 按在胸口 一丝之下 在他胸前立刻划出十道血痕 大量的血液喷洒而出 顿时此人眉心上的 那株植物立刻冲出 疯狂地吸收着血液 迅速生长起来 几乎转眼间便把这三丈大小的光圈布满 你若杀我 身上定会留下符罩之力 我族前辈 我族前辈兼之必杀 仙仪族男子面色猙獰 他脸上清金鼓起 尽管本命植物已经放出 但四周的威压之力始终不断 根本就无法抵抗 三丈光圈立刻收缩 变成一丈 一根根七叶植物延伸而出 支撑光圈的枝条纷纷断裂 每碎裂一根 此人便喷出一口鲜血 面色苍白一分 王林始终神色如常 仙仪族之人 王某杀的还少吗 符咒之力 你说的可是这个 王林右手在胸前一点 顿时在他身后出现了 五团灰气 这灰气闪动间 化为五个灰色的符纹 闪烁不定 在月星鹰变之时 王林便发现体内 不知何时多出了 这五股灰气 平时隐藏在全身穴道之内 他对身体不但没有坏处 反而隐隐约约 可以使灵力流动得 更为顺畅 那仙仪族之人 盯着五团灰气 面色苍白 他能感觉到 在这灰气上 有六叶树纣湿的气息 显然是被眼前之人所杀 王林平淡地扫了此人一眼 右手虚空一抓 顿时光圈立刻大范围收缩 那仙仪族之人 闷哼树声 光圈内那六叶之物的 所有质感全部断裂 最终随着光圈不断收缩 此人被生生挤压成一团血肉 光圈消失 血肉成为碎末 在一片血雾中消散 以王林现在的实力 杀此人不费吹灰之力 甚至连法器都不需使用 毕竟他意境与化神修饰不同 在王林体内 意境已然有了先例 此刻的王林 半只脚迈进应变器 只要仙玉足够 随时都可以应变 只不过仙玉的数量 实在太过稀少 王林望着那仙仪族之人 身亡之处 目露沉吟之色 朱雀子居然会与仙仪族有协议 此时有些奇异 还有那前锋 王林目光一闪 天道宗上下所有修士 此刻内心激动异常 纷纷以狂热崇敬的目光 抬头看向王林 天道宗内 那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此刻走出人群 深深地对王林鞠躬 晚辈天道宗陈锋笑 参见始祖 参见始祖 老者话音刚落 顿时所有赵国修士立刻齐声开口 这声音极大 远远传开 古风多人有声据 鲜腻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我不是石祖 您老人家 就是我赵国所有修真者的石祖 这一点 在二百年前 您在天道宗化神时 便已经存在 还请石祖 莫要推辞 王林轻叹 他看了一眼赵国的大地 这里是生他养他之处 转眼间五百多年过去 岁月流逝中 有时候他回想往昔 内心有一种黄昏之感 石祖大人 若不着急 还请在天道宗休息几日 让我等晚辈 恭敬一二 老者目中的狂热 崇敬之色极浓 王林略意沉吟 此时 王卓在一旁轻叹 王林 再照顾住几日吧 你不想去看看 四叔现在的后人吗 老者一正 打亮了王卓几眼 王卓是天道宗内的天资弟子 他自然认识 但此刻对方的言谈 却是有些奇异 这一看之下 老者顿时发现了不对之处 这王卓虽说样子与往常无二 但双目之中 却是再无半点往昔天道宗弟子之感 而是有一种沧桑之木 王卓冲着老者一笑 在其耳边传音数句 那老者听完后身子突然一颤 以不敢置信之色看了看王林 最终内心确定 王卓传音所说 断然不可能是假 参见师祖 陈风孝 你是我当年亲自带上天道宗的弟子 当年的你 还是一个弱贯少年 也晃这么多年过去 事态沧桑 陈风孝苦涩地点头 一时之间内心还是有些恍惚 王林住在了天道宗 赵国的修士除了一些宗派的首脑之外 全部散开 纷纷回到各自山门 在天道宗 王林为所有赵国结丹修士讲了一次道 以他的感悟 在所有结丹修士心中留下了一个道的虚影 使他们此生结阴的可能无限增长起来 同样 对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元英修士 王林也毫不吝啬地把化神的经验 对他们指点一番 从而使他们看清道路 对于化神不再迷茫 三天后 王林与王卓离开了天道宗 临走前 他为天道宗布下了一个强大的阵法 此阵法之下 可以隔绝一切化神修士 唯有应变修为 才可破解 对于一个三级修真国来说 这种阵法可谓是绝无仅有 一般来说 只有五级修真国的宗派 才会出现比这阵法更强大的 护山之阵 王林默默看了一眼王家的后人 为赵国做完最后一件事情后 王林对于这片生他养他之地 已然再无心知 而后随王卓去了一趟京都 随后 在昔日的祖宅内 王林又看到了玉儿一家三口 玉儿的可爱 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的大牛与周儒 顿时颇为感慨 王卓收下了玉儿 传他修仙之术 王林走前 把祖宅内的玉检里的寂静收走 填入了一道神石 王卓没有回天道宗 而是在王家住下 他二百年前被王林以神通之术 打入王家一个孕妇体内 前世今生均都生在王家 感情自然远远超过了王林 王卓准备用此生的时间 来守护王家的后代子孙 赵国之事至此终了 不过王林心中还有一道杂念 那便是昔日的横月派 此派毕竟是他人生中 踏入修仙的摇篮 离开赵国前 王林准备一探 他神识一扫 整个赵国境内 大大小小所有山脉和洞府 全部出现在脑中 一动之下 他消失在了原地 根据记忆 王林的身影出现在赵国 一处被称之为 象舌山之外 王林以一种复杂的目光 看了看四周 这里有一道阵法 他右手一弹间 并未破除此阵法 而是直接穿过 进入到象舌山内部 其内有一个巨大的洞府 王林进入洞府内 触目所望是一片灰尘 此地已经许久无人居住 只有在洞府大厅之内的 一块玉石上 刻着三个充满沧桑感的大字 横跃派 王林轻叹 上前擦去着玉石上的灰尘 望着此物沉默许久 片刻 王林神石一扫 身子向一旁石室走去 他破去石室之门的尽致 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排排架子 上面零零散散放着一些玉碱 散发出微弱的幽光 在一旁的角落内 还有一副骸骨 这骸骨成盘膝状 其上没有任何裂口 更无生前受伤留下的痕迹 显然是寿源尽头 老死而亡 这骸骨右手食指 垫在地面上 王林上前抹去地上的尘土 看见了一排字迹 横跃派自我而亡 愧对先祖 愧对先祖 王林沉默退后几步 对着骸骨恭敬地 鞠了一躬 弟子王林参见前辈 王林轻叹一声 转身走向那些玉碱 以神识探入 一一拿起 最终 在其中一块玉剑上 他停了下来 老夫天资愚钝 修闲不足 此生为对先剑 怀有奇异之念 好似一生为剑而活 但却不知为何 凡神识触碰之剑 一息后避讳碎裂 毫无例外 毫无例外 非人一词 便是在说老夫 无法以神识空剑 便无法用之战斗 愧对恩师 八十岁后 老夫忽悠一梦 梦中 无奈一剑之魂 横扫天地 呼啸九州 视为剑中之尊 好似入魔一般 无法自已 所有心神 全部放在旗上 我一定要将那把 梦中之剑 铸造出来 历经十载 其间 老夫甚至不惜 卑微屈膝 求得天下之奇时一天 采集无数铸剑之物 成功铸造数码 但都没有梦中之感 全部被老夫亲手废弃 这一年 恒月派遭遇大戒 强敌来袭 灭门在戒 老夫此生 生在恒月 死自然也要死在恒月 临危之际 老夫开炉铸造最后一次 世剑有限 这一次 老夫放弃世间奇物 单纯以繁铁炼制 很快便铸造出一把大剑 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此剑出炉 老夫忽然心有所感 把金织物融化 在此剑之上涂抹一番 此剑立刻金光闪闪 望着此剑 老夫梦中的感觉 漠然降临 好似身子不受控制 老夫拿起此剑 那一刻 我好似回到了梦中 成为了那剑中之魂 就是这种感觉 我赐予此剑 名为巨父 此名虽俗 但却是我心中之所想 持此剑 老夫整个心神 好似全部消失 融入剑内 冲出驻剑之地 结下我恒月派之大劫 随后 老夫含笑耳中 留下一道剑绝 存于巨父之内 往后是有缘弟子 善待此剑 王林放下御剑 闭上双眼 内心震动不已 他之所以来到此地 看一眼昔日的横月 虽是目的 但查找巨父之源 也是目的之一 前世剑魂 这巨父与仙剑一般无二 莫非这位前辈的魂魄内 蕴含了当年仙剑溃散的一丝剑魂不成 王林睁开双眼 目光闪动 他沉吟片刻身影消失 离开了此地 出现时 王林身在当年的绝冥谷外 这里便是他往昔储物带破碎之处 当年的剑鞘 便是在此地进入空间裂缝内 寻找得到的 王林撕开一道空间裂缝 探身进入 这一次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巨父 此剑为繁铁打造 五百年的岁月 在这空间裂缝内不知是否还存在 而且此物在储物带破碎之时 不知是否也随之消散 可惜当年修为不够 无法感知巨父界内的剑决 负责 王林暗叹 神石在空间裂缝内散开 一一寻找起来 半个月后 王林皱着眉从空间裂缝内走出 他一无所获 此剑怕是已经碎灭 罢了 还是尽快回到炼魂宗 寻找大量仙玉 进行应变 王林身影一闪 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一处古传宋镇内 开启后消失在了赵国 朱雀星西部 一处四级修真国内 此地已被仙仪族占据 国内修士成了仙仪族附庸 此刻 在此地边界之外 站着一人 他头戴草帽 全身笼罩在金光之内 王林 你终于回来了 在你回到朱雀星的那一刻 前辈已然知晓 希望 你不要让他失望 此人一拍储无带 手中多了一枚玉剑 你帮周某杀了李元峰 封印了雪玉国 我周五胎无以为报 便把此物送你 这里面 是周某以生死为代价 感悟出的柳梅意境 希望你可以如前辈所预料那样 把柳梅的道心吞噬 成就朱雀之事 他一步之下 身子消失在原地 古风多人有声据 鲜腻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朱雀大陆 疲鲁国北部 一座古船宋镇内 在一圈圈光环升起间 王林的身影出现 他走出传宋镇 身子化作一道长虹直奔练魂宗 一路之上 王林神识散开 他看见不少修士 一个个均是面色难看 形色匆匆 引有忧愁露出 即便是相熟之人 彼此神识遇到 也是略以回应 便立刻散开 王林飞行中忽然眉头一皱 但见远处出现十多个修士 他们的神识 以一种奇异的方式 相互连接在一起 缓缓横扫而去 这十几个修士中 有三个化神器 其余则是猿鹰器 他们并非针对某人 而是每一个修士 都要被查看一番 扫相王林所在之位时 王林没时间与他们纠缠 脚步向前一踏 整个人立刻消失在原地 从那十多人的 联合神识内消失无影 这十多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继续横扫而去 王林速度极快 不久便来到炼魂宗山门之外 炼魂宗的护山大阵已经开启 形成一道黑色魂物 远远看去 好似其内有无数冤魂野鬼一般 阵阵凄厉的吼叫 时而从那黑色魂物内传来 好似幽冥之境 让人望之生畏 毗卢国的修士往往都是绕道而行 没有人愿意接近这里 王林看到炼魂宗的护山大阵后 内心松了口气 此阵开启 说明其内上海无碍 他双手掐绝 锁神之术立刻运转 随后他张口一吐 一道黑芒自他口中飞出 在前方化作一杆三丈长的尊魂番 进 王林右手向前一点 那尊魂番立刻无风自动 巨大的帆布挥舞中 把王林的身子一下子包裹住 卷着他迅速冲入那散发黑色魂物的护山大阵 但见在尊魂番冲入黑雾之际 那些黑雾纷纷向两旁退让 为王林开出一条道路 尊魂番速度极快 一晃之下消失在黑雾深处 此时 护山大阵产生的黑色魂物再次恢复正常 那条被开出的小道 立刻被两旁汹涌而来的雾气吞噬 炼魂宗内 与当年王林离开时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不过其内门下弟子月显凋零 不足当年的十分之一 远远看去 九个金环 此时只剩下了三个 你回来了 一个沧桑的声音在虚空中缓缓传来 只见一道血环出现在王林身前 顿天走出 顿天比之当年更显苍老 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死气 整个人看起来 整个人看起来与往昔好似天地之差 前辈你 王林双目一鸣 仔细看了顿天几眼 暗叹一声 他看出顿天的寿源已是游进灯窟的地步 你看出来了 无妨老夫还有几年寿命 不会那么轻易就死的 顿天哈哈一笑 这一笑之下 其身上的死气也被冲散了不少 不错 你的修为在这几年提高了不少 居然已经到了炼神化气 凝固退肉的境界 若是有大量仙玉 你达到应变期 值日可待 顿天仔细看了王林一眼 内心颇为震惊 双目闪动明亮之盲 前辈这里可有仙玉 好你个赠牛啊 回到炼魂宗就是为了仙玉 我看你若是不缺仙玉 怕是都不会回来吧 为了十一尊魂藩 我也会回来 顿天双目一闪看向王林 眼中露出赞赏之色 好 十一尊魂藩是你的 老夫几年之后的魂魄 也是你的 甚至这炼魂宗上下 也都是你的 你若不喜欢 大可放弃此地的炼魂宗 但你要记住 老夫这么对你 你必须要回报 老夫让你回报之事 便是保护好 十一尊魂藩 此番在 则我炼魂宗像火不灭 这小小的朱雀星 挡不住你赠牛的脚步 他日 你若离开此地 定要寻找一处位置 让我炼魂宗像火旺盛 并且为我炼魂宗修建九百九十座天梯塔 成就我炼魂宗大业 是炼魂宗可以达到六级修真国的标准 曾牛你可挺好 王林目光平静 这世间之事本就没有平白无故的机遇 想要获得什么必须要付出一些东西 炼魂宗顿天的话 王林内心很是认同 可以 顿天仔细望着王林 许久他内心轻叹 抬头看了看天空 师兄 我把一切都押在了你的神算之上 希望最终不会输得一无所有 好 跟我来 说着顿天在前带路 王林紧跟其后 二人身影如电 转眼间便越过山峰 来到了炼魂宗后山 在那里 顿天右手打出一道法诀 直接落在虚空 天地顿时一震 一个巨大的黑洞漩涡出现在虚空之中 在这漩涡四周游走着无数黑色的闪电 一股危险 一股危险的气息突然间扩散开来 此地是我炼魂宗禁地 唯有历代掌握锁神术之人才可以进入其内 带你来也不算违背门规 顿天身子一动 进入漩涡之中 王林略意沉吟 紧跟其后 他表面如常 内心却是暗自警惕 进入漩涡的瞬间 王林有一种好似身在传颂阵中的感觉 转眼间眼前一花 出现时是在一个巨大的溶洞之内 这溶洞不大 正前方的一面墙上有三十多个 由仙玉组成的灵牌 那里是我炼魂宗 历代应变修士的牌位 顿天对着那些牌位一拜 王林同样攻身 败了下来 顿天眼中露出一丝开怀 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随后他走向一排 右手抬起按在墙壁上 顿时阵阵轰隆隆之声 从四周缓缓传来 我炼魂宗的仙玉所剩不多 当年在四圣星时 虽说积累了不少 但数万年来 再加上出了三十多个鹰变修士 早就已经用完 现在剩的这些 还是老夫师兄弟二人 年轻时去仙界弄来的 怕是不足你使用 不过你也不必顾虑 如是最终仙玉不够 老夫带你去抢就是 说什么 也要让你在短时间内 应变成功 自老夫师祖辈开始 我炼魂宗 若有人处于应变之际 从来都不会为仙玉发愁 看好哪个宗派 直接拿着十亿尊魂藩 上门去抢一个门派不够 就抢两个 两个不够就抢三个 反正早晚会够的 老夫当年应变 便是我师尊 拿着十亿尊魂藩 抢了三个五级修真国 所有宗派 顿天平淡地说着 眼中甚至还露出一丝得意 这炼魂宗的确太过霸道 那十亿尊魂藩 是连朱雀子都顾忌之物 这炼魂宗拿着瓷宝 足以横行 难怪历年来 应变修饰这么多 原来都是抢仙玉抢出来的 此刻 四周的轰隆之声 越来越剧烈 地面微微颤抖 最终在阵阵咔咔声中 但见两块一人多高的仙玉 拔地而起 浓郁的仙力顿时弥漫四周 王林仔细一看这两块巨大的仙玉 从品质上不如他之前所用的 但这两块仙玉毕竟太大 其内蕴含的仙力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王林深吸口气 盘膝坐地 迅速吐纳吸收起来 两块仙玉一前一后 把王林包围在中间 散发出磅礴的仙力 这些仙力刚一散出 便立刻被王林吸入体内 他的身体好似一个巨大的漩涡 从两块仙玉上疯狂吸收着仙力 渐渐地仙玉之上的仙力 几乎可以以肉眼看到 那是一股乳白色的气息 几乎与王林的身体连接成了一条直线 被王林疯狂吸收 站在不远处的顿天暗自点头 他沉吟片刻一拍处无带 手中立刻多出七杆白色小旗 他右手一挥 七杆旗顿时飞出 落在王林身体四周 顿时一道道白线 从七杆小旗内散出 相互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图形 顿天双手掐绝虚空一点 顿时一道道白目 从小旗连接的白线上升起 迅速把王林包裹住 曾牛 如此一来 在我这个阵法之下 你吸收先力以及转化灵力的速度 将会更快 老夫对你可是从没吝啬过 啊 无穷无尽的灵力从四面八方 从王林全身的每一个汗毛孔内 疯狂钻入体内 不断改变着他的身体 王林体内原本存在的灵力 也迅速转化着 渐渐地 王林已经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他整个人全部沉浸在 以先力凝炼的身体之中 对于先力 他慢慢有了很深的了解 应变期是一个力的转化 灵力与先力的交融 可以说 只有掌握了先力 那么才真正算是一个强者 应变修士掌握了先力 很多需要灵力开启的法宝 无法承受先力的冲击 会变得可有可无 无法使用 同样的 在这世间也有一类法宝 它以灵力无法开启 唯有用先力 才能使其展现出真正的力量 比如仙剑 比如射神车 古风多人有声据 仙逆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随着时间的流逝 放在王林前后的两块仙玉 在阵阵轻微的咔咔声中 出现了裂缝 一道道裂缝 在两块仙玉上 好似疤痕一般出现 渐渐的 这裂缝越来越多 仙玉的颜色 也不再是白色 而是成了死灰状 这一日 王林身前的那块仙玉 最后一股仙力 被它榨干后 立刻彻底崩溃 化作一堆粉末 堆积在地面上 同时 王林身后的那块仙玉 也同样崩溃 布了前尘 王林的头发 无风自动 诡异飘散 它全身涌现的仙气 比之往昔 要浓郁数倍 一股磅礴的威压 从王林体内传递开来 四周的七杆小齐 顿时承受不住 纷纷颤抖 最终被声声震散 王林缓缓抬头 他站起身子 目中金光一闪 最后平静下来 完成了三分之一 王林目光落在一旁 角落内打坐的顿天身上 顿天睁开双眼 目中带笑 不错 走 老夫带你去抢仙玉 这是我炼魂宗的传统 虽说现在仙仪族战乱 但也不能阻止 我炼魂宗的这个传统 顿天哈哈一笑 右手在身前一丝 顿时一道黑色漩涡出现 他一步踏入 王林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跟在其后进入到漩涡之内 出现时 二人已经在 炼魂宗山门外的虚空中 顿天背着双手 脚下竟出现了一片白云 向着前方飞去 王林在其后不紧不慢地跟随 心神沉浸在体内 感受着仙力的变化 此刻 王林身体内的灵力 已经所剩不多 其中有一多半 已经转化成了仙力 如此一来 他体内的仙力数量 变多了起来 只不过身体 骨肉 经脉等等结构 都需要仙力去进行凝化 所以还需要大量仙玉 才可以最终完成应变 毗卢国西部 有一处一眼看不到边际的沼泽之地 这里是一片死寂的世界 方圆数万里看不到任何人烟 这里是一切虫类的肋骨 沼泽内的环境 使此地的毒虫极多 甚至有一些连修士都不敢招了 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 一群密密麻麻的虫子呼啸而过 他们是这里的王者 沼泽中也有一些其他妖兽 全部都充满了剧毒 只不过面对那些毒虫 还是有所不如 所以绝大部分时间 这些妖兽都是在沼泽内存活 轻易不会浮出水面 整个毗卢国除了凡人之外 修真者都知晓 西部的沼泽之地绝不可踏入半部 那里并非什么天险之地 而是至魔道的山门所在 至魔道就生存在这片沼泽之地中 它是一个比较奇特的门派 此门派没有真正的山门大殿 几乎完全就是分散开来 以零散的方式存在于这片沼泽之中 在沼泽内有一些区域虽说不大 但却不会深陷 可以居住 至魔道的弟子便居住在这片区域内 零零散散 几乎遍布整个沼泽之地 至魔道的弟子往往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同门情谊 大都是单独修炼 其门派的功法便是重修之术 借着沼泽之地大量的毒虫 倒也为他们的修炼增加了不少便利 这一日 沼泽边缘位置的天空上出现了两个身影 这二人一老一少 老的那位身穿黑衣 头发花白 全身几乎皮包骨 此人背着双手目光冰冷 全身散发阵阵让四周毒虫惊走的气息 在他旁边的那位则是一个青年 此人身穿白衣 头发被竖起随意放在脑后 整个人虽说并不英俊 但却有一种脱俗之感 尤其是此人的双目 黑白分明 没有任何杂志不说 看上一眼便可洞彻人心 他二人正是顿天与王林 顿天显然轻车熟路 直接带着王林先来到这里 望着身下的一大片沼泽 曾牛 你别看这至魔道之人藏头藏尾的 但我告诉你 他们至魔道的弟子上辈子都是耗子 当年我师尊带我来这里抢的仙玉 都快赶得上寻常宗派的三倍了 顿天说完 右手在虚空一抓 顿时十亿尊魂帆出现在手中 三丈大帆握在其手 顿天整个人气势立刻一变 他盯着脚下的大片沼泽 右手魂帆一挥 其内魂魄呼啸而出 向着四面八方横扫而去 这一刻天地色变 斗转星移 但见天上地上四面八方所有位置 全部被魂魄所环绕 阵阵鬼哭狼嚎之音 七力丝鸣之吼 化作一道不弱于法宝攻击的音波 向着四周扩散而去 十多个紫金魂魄更是出现后立刻咆哮 脸上露出兴奋之芒 不待吩咐便立刻冲出 但见一个个毒虫好似遇到天敌一般疯狂散开 智魔道的耗子们 你家炼魂宗顿天爷爷来了 规矩照旧 快快献上仙玉 王林听到这里失声笑了起来 这顿天的言辞倒也有趣 莫非这抢人家仙玉还曾立下过什么规矩不成 王林不知这炼魂宗霸道惯了 当年顿天被他师父带来此地说的就是这句话 据说他师尊的师父当年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总之此事的确有规矩 但听沼泽内传来几声愤怒的吼叫 两道人影化作闪电呼啸而来 那些试图阻止他们的魂魄尚未近身 便被二人气势一冲生生震退 不过这二人也是内心有数 并未伤害魂魄 只是逼退而已 当天老鬼 咸玉没了 其中一个全身穿着紫红大袍 耳边缠着两条血红蜈蚣的老者 立刻吼道 另外一人是一个老玉 此人身穿葛布衣衫 脸上虽说有不少皱纹 但双眼却是极为明亮 他干咳一声 打断了身穿紫红袍子的老者 望着顿天 顿天老鬼 这一次 仙玉不能给你了 仙怡族上次打来之时 老婆子身受重伤 用仙玉疗伤至今才恢复了大半 为了日后着想 不能给你 顿天目光一凝 落在老玉身上 他右手再眉心一点 身上在半路被压制的死意 顿时涌现出来 雁红 我受缘不到两年 老玉一正 面色微变 那紫红大袍的老者 也是神情有些难看 你们猎魂宗都是一群疯子 接着自己受缘将至 完全不怕死 以那十一尊魂藩抢人仙玉 没错 老夫受缘不到两年 自然不怕死 今日你们给我仙玉 我离开 不给我仙玉 我也不和你们打 不过 这沼泽内的所有毒虫 老子要给他们灭种 身穿紫红长袍的老者怒急而笑 正要说话 老玉干咳一声 老鬼 何必呢 你若出手 先不说你练魂宗 是否会被我二人报复 单单你身旁的这个小辈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他必死无疑 王林微微一笑 右手虚空一点 顿时仙剑从储物袋内飞出 一扫之下 剑芒呼啸而过 这一剑王林用了一丝仙力 他虽说没有完全应变 但仙力多多少少 还是可以使用一点 仙剑自然需要仙力来使用 融入仙力之后 此剑突然间闪烁刺眼金芒 一股纤维从其上扩散开来 一扫之下 其剑芒快若闪电 以开天霹地之态 呼啸降临 那老玉面色大变 迅速一抓储物袋 顿时一个龟壳出现在他手中 一抛之下阻挡剑芒 一声巨响传来 那龟壳顿时碎裂 化作飞灰 顿时剑芒也被其拦下 消散一空 老玉面色极为难看 连同他旁边的那个紫红长袍的老者 也是面色一变 盯向王林 二位 在下今日 真的必死无疑吗 你是谁 刚才那一剑之威 蕴含了仙力 这一点他没有感到意外 实际上早在之前 他出现时便已经察觉到 王林的修为处于化神与鹰变之间 对于这种程度的修饰 他不放在眼里 但此刻他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之人居然有仙宝 以灵力驱使的法宝 无论是何种品质 都称之为灵宝 同样 以仙力驱使的法宝 则称之为仙宝 所谓仙宝 便是可以完全承受仙力的流入 可以完美发挥出仙力之威的法宝 这一类法宝在修真界不是很常见 一般来说 一个应变修是此生绝大部分的追求 除了禁军问鼎之外 就是可以获得一件仙宝 同样是应变修是 有仙宝和没仙宝的差距很大 拥有了仙宝便拥有了 可以完美发挥仙力的武器 否则只能在一些神通法术上施展仙力 终究还是弱了一筹 另外 还有一些法宝处于灵仙之间 以仙力也可以操控 虽说不能完美发挥 但也可以增加威力 比以灵力驱使要强大数倍 这类法宝便是伟仙宝 十亿尊魂番 禁番 便是紫类法宝 古风多人有声据 鲜腻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面对老玉的发问 王林微笑开口 在下 增牛 老玉神情一动 看了王林一眼 以化神的修为 便可杀了血玉国李远峰和巨魔族老祖的增牛 今日老婆子的确留不下你 老玉内心轻叹 他虽说是应变后期的修为 杀着王林不难 可顿天也在 如此以来他没有半点机会可以杀了王林 老玉身旁的那个身穿紫红长袍的老者 此刻也面色阴沉 他的修为是应变初期 自认为自己若是杀那李远峰 当然不在话下 但巨魔族老祖却是有些困难 可眼前这个青年 却是连杀李远峰和巨魔老祖之人 此刻虽说王林的修为并未达到真正的应变 可在他眼中 已经把王林看成了是同等级的修道者 顿天哈哈一笑 他极为满意王林的表现 炼魂宗之人就该如此 废话不多说 按照规矩 先欲给我一半 老玉沉吟片刻 看了看顿天 目光一闪 一半可以 不过老鬼 眼下仙仪族第二次进攻在即 若我至魔道不敌 你要出手帮助一次 那要看看你这一半仙欲有多少了 老玉苦笑 从怀里拿出一个储物袋 看都不看一眼直接扔出 会让你满意的 顿天接过 神识一扫 面色立刻古怪起来 他抬头望着老玉 你们至魔道上辈子莫非真的都是耗子 上次被我师尊拿走那么多 怎么现在还有这些 莫非你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先欲不成 这你就不要问了 记住你我的约定 说完 老玉身子一动 向远处飞去 那紫红长袍的老者也是深深看了王林一眼 犹豫了一下 冲着王林一抱拳 转身离开 如此这般 顿天带着王林横走在毗卢国搜刮了大量仙玉 王林这一路算是见识了顿天的霸道 手持十亿尊魂番 直接索要灵石仙玉 若是不给便把魂魄放出 凭借他只剩下两年的寿源 和这些门派好好周旋一番 许是炼魂宗的恶名流传渊源 其余两个门派纷纰气急 但炼魂宗历来的传统便是如此 他们最终只能扔出仙玉 瞧见了吗 这便是数万年来 我炼魂宗的行事作风 你以后拿着十亿尊魂番 也要如此 莫要坠了我炼魂宗的威名 顿天一拍出无怠 此刻的他虽说身上死意仍然浓郁 但王林看去 却是可以清晰感觉到 对方内心好似有一股解脱感 当年我炼魂宗有一位先祖 想要冲击问鼎 所需仙玉数量比你现在还要多出数倍 最终几乎横扫了整个朱雀星 甚至还去了一趟朱雀国 以十亿尊魂番为依仗 即便是问鼎老怪也轻易不愿出手 硬是被他弄来了大量仙玉 王林苦笑 他可以想象到朱雀国的问鼎老怪那时候应该极为头痛 给出仙玉 多少也有些花钱送人的想法 毕竟炼魂宗历来手持十亿尊魂番者几乎都是一代恶霸 我知道为何这炼魂宗从开始一个五级修正国 最终沦落到现在成为一个宗派了 不过那位先祖最终还是问鼎失败 身亡了 其实我不认同他的做法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去招惹问鼎老怪 比如说咱们现在 凭我这感十亿尊魂番 五级修正国 咱们任意横走 看中哪个门派便抢哪个 即便是遇到仙仪族高手也没关系 王林再次苦笑 顿天的霸道不只是在毗卢国 甚至可以说在毗卢国顿天还算有所收敛的 毕竟大家都是一国修士 犯不上太过翻脸 可一出毗卢国 王林算是彻底认识这顿天的霸道了 三个月的时间 顿天带着王林走了四个五级修正国 所过之处好似蝗虫一般 甚至一些修正家族都会受到波及 不得不送上不多的几块仙玉 至于那些宗派 顿天根本就不说废话 直接上去散开十亿尊魂番 铺天盖地的魂魄中 还有十多个相当于英变期的主魂 如此进攻之下 没有任何一个五级宗派可以抵抗 大量的仙玉被顿天积累起来 放入储物带内 顿天的一路强域 最终在第四个五级修正国时 惹怒了此国的英变修士 四个英变修士出手想要围攻顿天 这一次王林真正认识到了十亿尊魂番的强大 一战之下 王林甚至没有出手的机会 四个英变修士顿时落败 若非顿天没有杀心 这四人定会有一人成为魂番主魂 顿天生命中最后的岁月里 其嚣张程度 有时候王林看到都不得不拿出草帽戴在头上 凭着其上的金芒遮盖相貌 免得日后顿天成为魂番主魂后 那些被抢仙玉的宗派之人 寻自己麻烦 四个五级修正国 共十三个宗派 上百个修正家族 加上皮卢国 一共十六个宗派 顿天从这些宗派内 抢夺了大量的仙玉 这一日顿天停止了抢夺 这些仙玉应该够你应变 或许还能剩下一些 日后你提升修为所需仙玉 便要自己去抢了 记住 在修真界 尤其是应变修士 得到仙玉的方法只有抢 否则即便是有再多的弟子去仙玉 也不会搜集到足够用的数量 王林点了点头 对于抢仙玉他没什么顾忌 不过顿天的方法他不认同 如果是他 他绝不会给人留一半 要么不抢 抢的话就要全部 或许过程会困难 但最终仙玉的数量一定是现在的两倍不止 仙玉数量够了 顿天带着王林向炼魂宗赶去 在那里 他要为王林护法 让王林一举达到应变期 朱雀星太小了 我年轻时曾去过一次天运星 那里比朱雀星大十倍 宗派极多 仙玉自然也就多了 若非实力不够 却抢一把 一定很过瘾 据说在修真联盟内 就有很多六级以上的修真国 常年组织修真者 去其他修真星 抢夺仙玉 天运星 那天运星上的天运子 修为深不可测 据说在修真联盟上 此人也有一席之位 远非小小的朱雀子可比 王林沉吟片刻 正要再多问一些时 就在这时 顿天神色一变 遥望远处 王林神石一动 侧目看去 只见在远处一片云海之中 一股黑雾 好似吞噬天地一般 呼啸而来 这黑雾范围极大 一眼看不到边际 连绵不绝 一股浩渺的符文之力 缓缓散动开来 仙仪族 这段日子 王林与顿天交谈时得知 仙仪族在数年前重现朱雀星 组织了庞大的队伍 直接向朱雀大陆展开进攻 那一次战争 无数的修士陨落 在仙仪族也有相当于 问鼎期的数咒师存在 这些人与朱雀子 以及其他两个问鼎老怪 展开了厮杀 这一战持续了三年 三年后 仙仪族没有继续 而是退开 蚕食三级修真国 形成了与朱雀国的对峙之战 在这场战斗中 朱雀国两个人物脱颖而出 这二人分别是柳梅与前锋 柳梅以其绝世资荣 是朱雀星上的 新一代南修为之侧目 尤其是此女修为通天 已经达到应变中期 如此一来 此人更受注目 几乎一出现 柳梅便立刻把当年 红蝶的名气压下 成为了新的天之娇女 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 此女的身份 她是这一代朱雀子的 亲传弟子 未来朱雀子的人选之一 此女一出 立刻勤注仙仪族 数个七页数咒师 甚至连相当于 应变后期的八页数咒师 也被此女勤拿了一个 如此一来 其声势如虹 更让人关注此女的 还有一点 传闻柳梅此女心地善良 凭借一颗纯洁之心 才修炼之如此境界 此女一生没有杀过一人 即便是仙仪族 也都是止秦不杀 柳梅集合了众多亮点 自然受人瞩目 她每出现在一处 附近的修士便会立刻恭敬 唯命适从 甚至一些原本就要失败的战斗 因为此女的出现 也使朱雀星的修士精神大振 在此女的帮助下反败为胜 此女堪称是这一代中的双骄之一 另外一个天骄便是前锋 此人英俊潇洒 气宇轩昂 修为同样是英辩中期 其身上看不到半点狂傲之色 有的只是温文尔雅 心存道义 形势正直无比 此人是在仙仪族进宫的第二年 突然间出现的 古风多人有声据 贤匿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前锋一出现 便立刻深入仙仪族 斩下数个仙仪族强者的性命 最终与仙仪族少族长的一战 更是轰动整个朱雀星 二人的一战 被誉为仙仪族与朱雀星 未来一代继承人的素氏之战 这一战 前锋虽说与那少族长打平 并未取胜 但他的声势却是飙升 此时人们才注意到他的身份 柳梅的师兄 朱雀子的弟子中 前锋排名第二 除此之外 这前锋还有一重身份 也让所有朱雀星人为之侧目 此人是上一代朱雀子的后人 在仙仪族的这次大战中 前锋如浩月般鸣动天下 最终代表朱雀子与仙仪族少族长 签订了一个协议 朱雀方放弃三级修真果 仙仪族暂缓攻击 顿天目光闪烁 盯着远处铺天盖地呼啸而来的大片黑雾 这仙仪族此番展开第二次进攻 曾有 我能感觉到在那片黑雾中 有一个相当于应变中期的蜀咒诗 至于有没有问鼎 我看不透 你把尊魂藩祭出 我们冲过去 王林面色如常 看了一眼远处的黑雾 他右手虚空一抓 体内的十亿尊魂藩立刻幻化而出 握在手中一抖之下 此魂藩齐步顿时挥舞 化作黑幕把王林的身子包裹住 顿天同样拿出十亿尊魂藩 一挥之下包裹全身 带着王林 二人化作两道黑色流星 在一阵阵破空声与无数冤魂凄厉的吼叫中 向着仙仪族的黑雾冲去 仙仪族内立刻传出阵阵咆哮 在那黑雾中顿时显露出大量仙仪族族人 此刻顿天与王林呼啸而来直接冲去 那些仙仪族族人正要出手 黑雾深处突然传来一声呵斥 族人纷纷散开 让出一条道路 一个全身上下没有半点符文印记的中年男子 穿着一袭葛布衣衫目光如垫 从黑雾内走出 在他身边还跟着一个驼背老者 此老者面色阴沉 时而咳嗽几声 王林一眼就认出 这老者便是当年在仙仪之地追杀他进入空间裂缝 最终被王林摆脱 迷失在裂缝中的人 二人之间的愁戏 在那老者心里已然极大 若是被他认出王林 定是不死不休 只不过现在王林戴着草帽 而且全身都包裹在魂布之内 此人倒也无法认出 练魂踪 那中年男子轻声说着 随后双目猛地一亮 身子向前一踏 直接阻拦在顿天和王林身前 二位练魂踪的人留下吧 那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右手向前虚空一拍 一声巨响传来 此人轻轻一拍 顿时一股无形之力在天地之间出现 好似一个天牢一般照在顿天和王林四周 王林神色微变 在对方这股无形之力下 他顿时有种强烈到极致的危机感 九夜数周时 顿天的声音从魂帆内传出 但见顿天身体外的魂帆一动之下 大量魂魄呼啸而出 其中十三个紫金魂魄 好似天神降临一般 弥漫在四周 给我冲 那些魂魄立刻疯狂起来 向着四面八方呼啸而去 尤其是那十多个紫金魂魄 更是犀利异常 凡是应变期以下的仙仪族处之则亡 那中年男子眉头微皱 他是近千年才晋级到的九夜 相当于修士中的问鼎初期 并没有见识过当年十亿尊魂番的威力 只在族内的一些典籍中听说过 数万年前的那场大战中 此番威力无穷 被誉为仙仪族最忌惮的法宝之一 此刻一看 中年男子面色阴沉 右手一挥 四周的黑雾迅速散开 连同旗内的仙仪族族人全部退后 形成一个空白的区域 顿天哈哈一笑 带着王林立刻冲出 转眼间便冲离了这片黑雾 向着远处飞去 穆燕 你带着族人继续前行 与少组长会合 我去领教一下 那十亿尊魂番的威力 是 那中年男子吩咐一声 身子向前一踏 向着顿天追去 驼背老者立刻点头 带着族人组成黑雾再次前行 顿天飞行间忽然一顿 这仙仪族的九夜蜀咒师追来了 怎样你看好了 看看问鼎修士 为何会如此忌惮 这十亿尊魂番 他说着 转过身 遥望仙仪族 但见一道长虹快若闪电 转眼间便追来近前 正是那中年男子 顿天不说废话 直接双手掐绝咬破舌尖向前一喷 口中喝倒 突然间天地一暗 整个天空好似被一张黑幕笼罩 整个大地好似在这一瞬间成为了地狱 无边无际 无穷无限的冤魂呼吼 凄厉丝鸣顿时回荡 只见一个个魂魄从魂番内飞出 密密麻麻遍布天地之间 在其中 有十三个紫禁魂魄毅力 目光炯炯地望着那现身的中年男子 看好了 这才是尊魂番的真正用法 魂阵十三 顿天大鹤 包裹全身的魂部立刻一散 重新化作三丈魂番 被他拿在手中向前一挥 顿时 弥漫天地之间的五翼魂魄 立刻按照某种规律飘在四周 以那十三个主魂为中心 形成一个巨大的阵法 此阵 以王林对禁制阵法的造诣 也只能看出玄妙 无法仔细参悟 点魂 顿天大鹤 右手向前一撞 那由魂魄组成的阵法轰然间一颤 所有魂魄在这一刻 统一发出了一个声音 这声音好似是某种咒语 顷刻间 一股黑色的气息 从这些魂魄内涌现而出 凝结在一起 化作一只大手 这大手与顿天此刻的动作一样 好似他的分身一般 随着顿天的一抓 那中年男子身上立刻出现了一个闪烁白芒的虚影 这便是此人的魂魄 那大手突然间落下 中年男子目光一闪 右手向上抬起 虚空一点 也不见他使用什么法宝 男子再次轻声说道 顿时那五个铜顶一阵之下 其上出现一个个诡异的符纹 这些符纹闪烁中出现 绕着铜顶旋转 五个铜顶均是如此 形成五个巨大的漩涡 在那阵法内不断地转动 一股沧桑的气息顿时笼罩整个阵法 立刻有一些魂魄不由自主地飘入漩涡内 被生生搅碎 消散一空 不愧是九夜数周时 倒也有些手段 十三魂 锯 顿时魂魄组成的阵法突然又转了 这一次 五翼魂魄突然间向十三个主魂凝聚而去 转眼间 这十三个主魂立刻凝湿起来 五翼魂魄凝炼而成的十三个主魂 使他们的实力顿时飙升 几乎每一个都相当于应变后期 甚至在其体内还有仙气缭绕 这一次呢 中年男子面色终于变了 还没完呢 十三魂 归一 此言一落 十三个魂魄突然移动 四周出现一个个残影 残影消失后 十三个魂魄凝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魂魄 五翼魂魄 十三主魂凝炼归一 形成一魂 此魂一现 天地色变 温顶 不错 这由大量魂魄凝聚而出的魂魄 其修为达到了温顶之境 但并非真正的温顶 而是由十三主魂的意念所化 炼魂宗 历代主魂 君是宗内应变修士所化 所有的应变修士 在临死前唯一的遗憾 君是期望可以达到温顶 他们生前无法达到 死后这股意念在魂帆内不断生长 不断壮大 最终 意念集合在一起 魂魄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相当于温顶的实力 这也并非是尊魂帆的全部威力 只是一部分罢了 若仅仅如此 温顶初期尚可对抗 但面对朱雀子那温顶后期还是不行 真正让朱雀子为之忌惮的 是这尊魂帆展现出全部威力后的强大 尤其是三十六主魂中的第四魂 此魂轻易不会出现 它才是让朱雀子深深忌惮的存在 古风多人有声据 鲜腻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